重啟福貿貨貌該不該 沒有人說不該 可是一定要有秩序 還有你們物地在哪裡 其實講福貿貨貨 包括這個就是EKFA的部分 你包括這個 你不要學侯友宜講英文好不好 他英文本來就這麼差 我英文本來就不好 他沒有學 我英文都好有練國力的 好好好 EKFA 包括像這個阿賽都一樣 侯友宜有個問題就是說 他對這些事情還掉在八年前 他沒有考慮到現在的基礎值 就是八年前的時空 跟現在時空不同了 八年前中美沒有對抗的那麼激烈 八年後 中美現在對抗非常激烈 你去討論重啟福貿貨貌 會不會引起老美的不爽 會不會引發現在全世界兩大陣營的 對立的情況之下 讓大家覺得說你已經選邊站了 第一個政治問題是大家都想到 第二個是為什麼現實的基礎 比如說蔡英文剛接的時候 我們對東南亞的貿易 大概是五百億美金 是 現在差不多一千億 一千億 就是他在擴張 他的餅有做大 那你這個時候你的重點 你還是放在兩岸嗎 還是侯友宜的眼光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的國家呢 但問題是 侯友宜也沒說旁邊國家不做 也沒這種不做生意 問題是如果沒有兩岸 也差很多啊 因為現在EKFA還在繼續 一旦EKFA終止之後 目前很多輸到中國大陸的商品 貝科高額關稅 你有什麼競爭力嗎 心理人家撞不住 那不是嗎 眼下是這樣 我覺得符帽可以慢一點 符帽不能畫等號 貨帽是要立刻進行 因為你衝了六趴七趴的稅 跟零關稅 你是完全沒有競爭力 同樣的如果你多了六趴七趴的話 那別人報價 你只能逼著我們的 我們的百公百萬出走 如果零關稅 我到大陸還可以弄一下 小明插一句話 你去看兩岸貿易裡面 百分之九十是在電子 不是那個 不是電子 電子大陸本來就不課稅喔 是嗎 所以我們在講兩岸的時候 貿貿到底一年 讓我們省多少稅金嗎 這是最實質的 對 這個就是算出來 因為他比他大陸需要東西 本來就沒有稅的問題 一年平均只有八億 如果一年只省八億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病很大 但實際上收穫很少 而且我跟你們講 形勢在變 昨天習近平講了什麼話 講的是G1G2要合作 連二國都撇掉 世界每天都在變 我們不用去怕得罪美國 這兩個大國也在談嘛 重點是我們要撇 你一直說到他們和好了之後 我們也就不必選演戰 我哪一國都得罪不起 該做生意就要做 該簽的簽就要簽 不要自決於中美 不要自決於全球化 這基本的大概念 那我再補一句話 但是你不要搶在G1G2 談好之前你就跑 跑太早 會倒楣 世界都在變嘛 今天 你為什麼一定要弄 你今天 今天我簡單講 你敢廢真的廢 全部廢掉嗎 不管是政治上台獨黨 不管是兩岸的貿易協定 也只講狠話 搞成政治化 我有一個搞不清楚 是現在的早收清單 到底還有沒有在ING進行室 還是有 還是有 可是他臨時要提你哪一項也可以 只剩他隨時可以暫停而已嘛 阿爹要跟他爬嘛 對啊 什麼要跟我們停了 什麼要跟我們停了嘛 來 易富哥 我覺得一件事 這個經濟的結構裡面 他不是不能談 但是你要怎麼談才是重點 我們跟美國也在談 大陸市場除非你不要 但是有個步驟性 我們在服貿上面爭議很多 但是貨貿比較沒有人流的問題 因為他是物品進去的 稅率的問題等等 所以貨貿可能不會讓大家引起 爭議太大的爭議 他就是一個經濟上面的一個 關稅的架構上面去談的事情 他比較沒有涉及到人來人往 那服貿就會 服貿之所以爭議 就是大陸那一邊 中國那一邊可以來台灣工作的問題 跟人流多少人的問題 所以小平剛才那個概念我認同 就是先把貨貿 貨貿 服貿不及 貨貿比較不涉及到人流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今天也在講 侯友宜講對了一句話 人家問他年輕選票 他說我們要先想想知道年輕人在想什麼 那他自己知道嗎 這句話說得對 但是從開放入生就業 到服貿 他前面講的也是對的 我們確實有少子化的危機 我們確實有思想倒閉橋的危機 但是靠陸生來解救 不是 我這樣講 侯友宜其實 還說要靠陸生解救大缺骨 我認為侯友宜正在心甘情願 而且有意識的摧毀 他過去二十年建立的人社 他過去二十年建立的人社 他現在是靠像深藍人社了 他過去建立的是本土藍的人社 所以他在選舉過程中 藍營深藍的那些外省掛 就不理他 就覺得他是藍皮綠骨 可是這一次確定藍白分手之後 我覺得侯友宜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 第一個我副手就是找召召康 第二件事情 我就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四年前他連韓國瑜台都不去站 就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接著連續丟三個議題 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讀 第二件事情 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讀之後 大量就業 第三件事情 開啟福茂貨貨的談判 福茂剛連小評書都不敢停 小評書 小評書都說先貨貨 因為福茂那時候殺傷力太大了 大家都有創傷症候群的你知道嗎 我在國民黨七年團 我有多大創傷症候群你知道嗎 他敢講 他接著說什麼東西呢 陸佩六年變四年 這我們改天再來討論 沒有 我們要講 這我要談的是 侯友宜在改變他的人設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沙喀都之後 我把深藍先吃完 我們就是剛剛談的 他也先吹出基本盤 90%以上國民黨知識者 先投給我再說嘛 來 柏洋 侯友宜的策略就是往深藍靠龍 正好剛剛說的對 可是問題是 現在在沙喀都裡面 你要小心國民黨 你不要激化出另外一個 就是年輕人又大量的湧向賴清德 因為現在國民黨打的算盤是說 柯文哲把民進黨的青年票挖走一部分 然後國民黨靠著自己30% 40%的深藍 然後可以在沙喀都當中贏得這場選戰 可是不要忘了 剛剛提到了不管是終身在台工作 或者是服貿 那甚至是更進一步的要跟中國親近往來的作為 這就是年輕人的地雷區 你國民黨什麼都不提 你的起手是端上了第一道菜 登記完之後上菜上了就是一道年輕人的地雷 好 那這個地雷上來之後 那有一個政策是對年輕人有利的 他說服兵役的時間 如果兩岸沒問題 可以縮短為四個月 這個我就要講 這是國民黨一定是巴拉批 為什麼是巴拉批 當初如果國民黨真的反對兵役恢復為一年 為什麼當他送到立法院去要被查的時候 國民黨三十幾席立委 不跳起來說我要審查 我要反對這個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 怎麼投票投不過來 什麼人太少投票 投票那都是廢話 我跟你講國民黨的立委 遇到了這個可以咬上去的議題的時候 絕對不會放棄 遇到這些其他的 這些國民黨要打的什麼疫苗雞蛋的議題 你看國民黨的立委有放棄嗎 沒有放棄嗎 可是為什麼遇到兵役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立委乖得跟什麼一樣 因為他們也知道民心的趨向 民之所向 當今天國民黨右手他在主張說 跟中國重新要建立連結 世界都在想辦法緩慢跟中國脫鉤 只有國民黨要跟中國綁在一起 同時左手還說 我要削弱台灣的國防力量 你覺得這兩組加在一起之後 阿苗此原菜 我講的所謂的原菜 今天20歲快當年的小朋友 你先讓我講完 你先讓我講完 你講完 我再講 今天你要鎖定說 這些所謂兵役恢復為一年 影響到這個族群 大概很多都是20到29 頂多這個族群 或者是再往下這族群 那這個族群 他是柯文哲的鐵粉 不管國民黨怎樣 民進黨怎樣 基本上他們不太會翻 唯一的點是看他們當天會不會出門投票而已 但我剛剛在講的年輕人是什麼 像我今年36歲 我們30世代跟40到50這之間的 這一群人剛好是國民黨傳統民調上的弱項 而這一群人當中現在大概有 三成到四成五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講 在柯文哲弱化 然後賴清德跟侯友宜對決一對一的時候 30到50的這一層是兵家必爭之地 那國民黨馬上抬出了這一些 什麼要跟中國親近 要削弱國防力量的政策的時候 我認為這剛好召喚出九年前 太陽花運動的那個記憶 召喚出這個記憶之後 國民黨卡在時空夾縫裡面 對於民進黨來講 當然他把它拉回九年前 那個太陽花的戰場 其實在侯賴對決裡面 對賴清德是有利的 來 小萍 為什麼說死言差異 今天你的小孩要當 不要講很多大道理 當四個月兵跟當一年兵 你自己小孩跟家長 希望當四個月還是一年 當然希望四個月 你把今天國家一路下來 藍綠輪流指證 你把國家弄到四個月 變成一年比較危險 那蔡英文的責任 重點是你們國民黨 也不會跟著做 AIT裡面有多少人 你清美清成那樣 然後我們要大量買武器 這叫二性螺旋 這國家很慘 好 第二 今天我們跟大陸 我們討厭大陸七十幾% 台灣人 不分二十歲到一百歲 可是說要往來 還是要七十幾% 今天台灣人是有理性的 我討厭中共 我也不跟你斷絕往來 我還要一直往來 其實很矛盾 當然是矛盾的 所以所有的源頭 我們真正能誤發言 要看民心之所向 民調之所在 才... 你發言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議題是很重要的觀察點 就是侯友宜是曾經講過 兵役變成四個月 可是隔天金服從事被AIT壓著 開記者會的 所有前提 是在恢復和平之後才變四個月 大家都記得吧 所以他修正過了 他修正過 他有個大前提 恢復和平 可是兩人之間什麼時候會和平 老公垮了才和平 所以這是一個假議題 但是我認為 這個很重要的觀察點是 當侯友宜講出服貿貨貿 講出開放大量入生來台的時候 如果連這個兵役 他又退守了 那我幾乎可以定調 侯友宜在未來四十幾天選舉 他就是只想升藍票 他完全不考慮年輕人 完全不考慮中間選民 就是往升藍意識形在靠 所以我就正常去 因為他曾經反悔過的這個政策 所以他如果又回到四個月的話 就比方說侯友宜 整個定調大改變 侯友宜不是草包 我講一句話 提拉比生 侯友宜是馬英九 不是 今天 今天你沒有金吳通 你不能選 我們談意識形態 談得精緻一點好不好 然後你今天 今天那個金吳通 就是九二共識 他看起來照單選的時候 他也補充說 在一中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那表示中華民國主權還在 是侯友宜的本土藍 還是本土藍 他的光譜還是比較中間 在國民黨裡面 重點不是在這邊 重點是一般的人 說你把侯友宜剛剛講 那一半全部列出來 剛好就是八年前的馬英九 全部是馬英九的主張 四個月兵也是馬英九 福莫 霍莫也是馬英九 也是馬英九 陸森也是馬英九 就是卡在時空加分裏 侯友宜等於馬英九 侯友宜是平頭 不一樣